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显见一劫 抽八忧漏 旁外甥西平礼宋 公祖子孙 而为相取所弃 中常事 唐恒以宋请兹 兹 用为例 唐以非其人 寝而不招 兹迁怒 垂书座朱陵 陵养约 范旁青才 尤以利刃 齿腐朽 今日宁受吃死 而旁不可委 字乃指 郡中中人以下 莫不归怨 乃指旁之所用 以为犯党 太守宗姿 这个 他是南洋 安重人 就是现在河南 镇平一代 他当时呢 是汝南太守 先文其名 这个旗呢 显然就是 范旁 秦蜀 公曹 蜀是代理 赞任 或者 侍充官职 公曹呢 是汉代 郡首以下 有公曹史 简称 公曹 委任正事 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呢 都 交给他去做 旁在职 这个范旁呢 这个在职期间 严整 极恶 严整 就是严肃的 整顿 这个极字 这个在古汉语里边 是一个很常见字 注意呢 这个发音呢 是第二声 原来有的 容易发音 发成第一声 这是不对的 这个极呢 首先是病 比如军有极 再凑理 这个就是 病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是毒害之物 山则那巫 山手藏极 这是左撞里边的一句话 第三句 是第三个意象 是痛恨 使天下之欲及其君者 皆欲复复于王 这是孟子里边的一句话 是欲及其君者 就是想痛恨他的君王的人 皆欲复复于王 都到这个王 都到这个王这儿来 倾诉 咱平常说的成语 极恶如仇 这个极 就是痛恨的意思 第四个意象 是快 动万物者 莫及于雷 这个动呢 是使万物动 使万物动者 莫及于雷 没有比雷更快的 这是周易里边的一句话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这四个意象中 咱们的课文里边 是哪种用法 这个里边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第二个意象 就是毒害之物 他和恶 在这儿是近义词 其有行为孝涕 孝指的是 这个咱们都知道孝顺 就说孩子对父母 叫孝顺 那么T呢 现在用的很少 但在古代呢 经常说 而且经常和孝 连用 是指弟弟 敬爱哥哥 因为封建礼 里边呢 按照封建礼来说呢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所以父亲不在的时候呢 长兄就要 负全部责任 这个咱们看 那巴金的家里边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孝涕 在封建社会里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非常基本的 非常重要的礼仪 不鬼仁义者 这个鬼 是遵徒 是遵循的意思 不鬼 仁义者 就是不遵循 仁义的人 接扫 记赤注 扫记 指的是扫除足迹 表示呢 不和这样的人交往 这个土字边的扫 就是咱们现在 经常用的提手 提手边的扫地的 扫的本字 这个土字边的扫呢 从土 从扫帚的肘 所以呢 它是一个会议字 就是用扫帚的肘 把那个土扫掉 所以是扫的意思 这两个字 会议成扫的意思 赤注 就是驱逐的意思 不与共朝 这好理解 显见一截 显见 这个显在那是 使之显的意思 使动用法 就是这一截 就是节操 不平常的人 对这样的人呢 要显 使之显 所以是表彰的意思 见 就是推荐 抽拔 幽影 抽拔在这是 选拔 提拔的意思 幽露 这个幽呢 是指的隐居 幽本来是隐蔽的意思 在这呢 就是 隐身为 隐居的人 露 原来呢 是 见闻不广的意思 比如浅露 说这人很浅露 但在这呢 隐身为 就是活用为呢 这个地位 非常卑 卑贱的人 对这种人呢 他 加以 提拔 旁外甥 西平 李宋 西平 那是县名 在河南 西平 县西 他有一个外甥呢 叫李宋 是西平人 公祖子孙 这个公祖 指的是 国君的 同族 国君的同族 叫公祖 公祖子孙 而为 相取 所弃 就是今天 咱们说这个 顽固子弟了 高干 就是说 不好的 高干子弟 相取 指的是 同乡人 所弃 弃就是 抛弃 都不理他 中常事 中常事 唐恒 中常事 是当时的官名 就是秦代 和西汉的时候呢 本来呢 是列侯 至郎中的 家官 就是说 做列侯 或者做郎中的时候 给他附加一个官 侍从皇帝左右 到东汉的时候呢 专用宦官 任这个中常事 掌管 传达诏令 和处理文书 所以他是在 皇帝周围的 这个官 所以他 虽然这个官阶 不是太高 但是权力 实际上很大 唐恒呢 是汉 东汉 皇帝的时候 的宦官 他开始的时候呢 做小皇门 也是一个 这个比较低级的惯例 因为他呢 和宦官 善超 巨院 具体的巨 一个 邪院 一个那个 爱 跟爱子似的 很像爱子的 那个巨院 徐皇 等人 何谋 杀灭 外戚 良济 所以呢 把他提升为中常事 风 汝阳侯 但是这个人呢 实际上 挺专横 所以呢 当时 人们给他起外号 叫唐独座 或者叫唐两舵 而意思都是说 他很 很这个专横 以宋请资 就是说呢 他 向宗姿 来要求 让这个 李宋 做官 所以呢 宗姿呢 这个碍于这个 唐恒的面子 也没办法 因为唐恒 刚才说了 他很 很这个 专横 专横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 要做什么事 一定要做成 所以宗姿呢 他作为一个碍手 他也不敢惹他 就 用为例 就把这个 李宋 用为这个官吏 唐以 非其人 非其人 就是 不是那种人 在这儿呢 是指 这个李宋呢 没有 当官的 才德 寝而不招 这个寝 他的 本来的意思是 咱们都知道寝室 咱们说寝室 就是睡觉的屋子 所以 这个字呢 大家看呢 宝盖呢 表示 屋子 左边这个呢 就是在古代呢 就是表示床 所以是睡觉的地方 屋子里边一个床 是睡觉的地方 在这儿呢 是引申为 停止 停止 而不招 就是说呢 他马上认为 他这人不合适 没有这种才干 所以呢 就把他搁置在一边 不把他招过来 太守呢 同意了 但是他呢 是 刚才说的 伟人正事 把一般的具体事情 由他来处理 所以他虽然不是太守 但是 实际上他的权力 也不比太 太守小 这样呢 这个宗姿呢 当然不高兴 因为他已经任命了李宋了 但是 范庞 不用他 这个呢 也说明范庞 这个人呢 非常耿直 自己的亲戚 不合格的 障碍不用 自迁路 因为 这个探守宗姿呢 他 要留 留这个李宋 但是呢 这个范庞 不留 所以呢 但是他呢 范庞的这人 名声很大 他又不好 对范庞怎么样 所以呢 他就是 把这个怒气呢 转移到 这更小的这个官吏 就是这书佐 竹林 书佐呢 是主办 主办文书的这个 比较小的官吏 锤在这是 杖机的意思 就是给他用行了 令养约 这个朱林呢 养约 这养呢 就是养面的意思 养 就是超天 养面超天 他说啊 就说他也很不服气 范庞 青才 有以利刃 尺腐朽 青才 这个是在国外音乐 是固定搭配 指的是刚正的决断 刚正的决断 他刚正的决断呢 就像 利刃 有以利刃 就像用 快刀 尺腐朽 这个尺呢 在这是 克的意思 腐朽 就指的是 腐烂的木头 在这 今日宁寿吃死 这个宁是宁可 和现在汉语的一样 受吃死 这个吃 和刚才那个锤 是一个意思 都是指杖机之行 就现在我 宁可 受杖机而死 而庞不可伪 而范庞的意思呢 不能够违背 这个宗司看到呢 这人也非常有 这朱灵也非常有骨气 所以呢 乃指 他也就是 指住了 不再打他了 郡中 中人以下 莫不归院 这个中人以下 在这指的是 主要指的是 中人的主要是指的是 品行一般的人 那中人以下呢 就品行 比较差的人 这些呢 就乃指 就把怨气呢 都归结在 范庞身上 而且呢 乃指 庞之所用 以为范党 就把这个 范庞所重用的人呢 把它指为范党 这个党 咱们上节课已经说过 这党 党这个词在古代 是很 很不好的词 就像咱们听说 黑帮一样 就等于范庞 黑帮 所以呢 这是很 很严厉的制作 这段 给大家 翻译一下 汝南太守 宗姿 当初 就听说了 范庞的名声 这时 便要求 范庞 代理 他的 公草史 把 俊里的 正事 都 委托 给他 处理 范庞在任上 严厉整顿 毒害人民的 邪恶势力 对那些 对那些行为上 违背 笑 替 不遵循 仁义的 规范 行动的人 一概予以 清扫 驱逐 不合 他们 共事 他 表彰 剑举 有特殊 节操的人 提拔 隐居 和地位 卑下的人 他的外甥 西平县的 李宋 是国君 同族的 子孙 但是被同乡人 所厌弃 中常事 谈恒 向宗姿 要求 让李宋 做官 宗姿 就准备 任用 李宋 范庞认为 他不符合条件 就搁置此事 而不去 征召他 宗姿 知道后 迁怒于 伴李文书的 朱林 并且 仗击他 朱林 昂着头说 范庞 刚正的决断 就像是用 利剑 刻 腐朽的木头 一样清楚 今天 我宁愿 受仗击 而死 也不能 违背 范庞的意愿 宗姿 于是 不再 拷打他 郡中 品行 低下的人 都把怨恨 归到 范庞身上 而且 而且 他们把 范庞所 重用的人 称为 范党 这一段呢 主要说的是 范庞 等人 被 污蔑为 党人的 经过 下边 这一段 比较长 后 劳修 屋檐勾党 庞 作戏 黄文 北 四域 玉律 未曰 凡作戏 结济 高摇 庞 曰 高摇 贤者 古之之臣 知旁无罪 将理之于地 如其有罪 既之何意 众人 有此一旨 咱们先 看到这 劳修 是 宦官党 与 张成的 弟子 张成呢 因为 放纵儿子 杀人 被 李英 处死 所以 劳修的诬告 李英等人呢 皆为 党人 诽谤 朝廷 勾党呢 就是 勾结为 党羽 的意思 就是 咱们今天说的 勾结为 黑帮 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呢 劳修呢 他 乌延 乌延谁勾党呢 这个 没说 但是呢 从上下文 一看呢 他显然指的是 李英 和 范庞 等人 唐 作戏 皇门 北四域 作戏 就是 受牵连 获罪 被关押 这个 作呢 就是 受牵连 的意思 戏 就是 关押 的意思 所以 作戏 两个字 合在一块 就是受牵连 被关押 在皇门 北四域 这皇门 北四域呢 是 当时由宦官 掌管的 这个监狱 玉立 魏约 魏就是 对他说 樊作戏 接济高遥 高遥呢 是 传说中 东夷族的领袖 曾认 顺的 顺的时候啊 他 主管刑法 极其 公正 联名 所以呢 后世呢 就是 一般的 跟法律 有关系的人 或者是 犯人 都要 祭奠 他 以求得 保佑 唐曰 高遥贤者 古之 直臣 贤者 这个最好懂 古之 直臣 直臣 就是指正直的大臣 知旁无罪将理之于地 这个礼在这是身变的意思 地在这呢是指的上帝 就是指的上天 啊 就是 高遥呢 当然是早就不在了 但是他的灵魂呢 如果知道我没有罪的话 就会向上天来申辩 这件事情 如其有罪 如其两个字 啊 在古话语里也是固定搭配 就是 如果的意思 啊 这个请大家记住 如其 就是如果的意思 啊 如果我有罪 既之何一 那既他有什么好处呢 众人有此意志 啊 众人从此呢 也不在既了 这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后来劳羞诬告李英 范旁等人 接打谋反 范旁受牵连 被关押在 黄门 匪思域 玉立对他说 凡是受牵连 被关押的人 都要祭奠高遥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玉立的一种 变相的 敲诈 啊 因为祭奠之后呢 那些东西 啊 你们管是钱是物 啊 那都是玉立给收走了 啊 所以他是借此呢 来进行敲诈 三旁说 高遥是贤明的人 是古代正直的大臣 他如果知道我无罪 自然会到上帝面前去申诉 如果我真的有罪 祭奠他 又有什么用呢 啊 意思是我 我祭奠了他 他也不会包庇我 众人呢 因此 也不再 祭奠高遥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进一步 反映出 这个饭旁的人品 啊 就是特别的耿直 一粒将加掠考 唐以童秋多因病 来请先就格 遂与童俊 园中 征受处毒 还帝 使中常侍 王府 以次便捷 唐等 借三目囊头 铺鱼接下 愚人在前 或对或否 旁中 愚后 跃次而进 玉立将加掠考 掠考的意思就是考打 旁以童秋 多因病 啊 这个旁以 算旁 因为啊 这个以在这 因为的意思 阴病 阴病呢 是患病的意思 阴本身呢 是被什么什么 缠绕 阴病呢 就是被病所缠绕 所以就是患病的意思 来请先就格 就格 格在这 是击打的意思 先就格 就是先接受考打 岁与童俊 园中 征受 储毒 储毒 在这指的是苦行 啊 还是考打的意思 啊 童俊 就是 童乡人 园中 啊 征受处毒 就是两个人 争着啊 争着要先 受考打 环帝 是中常事 王府 以赐 便捷 环帝 那是汉 汉环帝 是中常事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皇帝周围的 这个宦官 王府 以赐 以赐 就是 挨着个的 啊 便捷 在这 是审理的意思 啊 就是依次审问 旁等 接三目囊头 三目囊头 三目呢 是指的 手 脚 和 脖子 三个地方呢 都 加上 物质的行具 囊头呢 是指用 东西 把 把头部 盖起来 啊 扑于阶下 这个扑 就是 日子边 一个扑字的 古字 就是用太阳 暴晒的意思 啊 愚人在前 或对或否 旁中 愚后 月次而进 就是 其他的人 在前边 啊 或者是 回答 或者是 不回答 啊 这个饭盘和园中呢 排在后边 却 争着 列次而进 啊 就是 超越前面的人 啊 而 要求呢 争着 抢先回答 这段就给大家翻一下 玉利将要进行拷打 范旁 因为看到 同域的 同监狱的人 大都 患病 就要求 先受 拷打 于是 他和 同郡的 园中 争着 接受 拷打 汉环帝 派中常事 往府 依次 审讯 范旁等人 柏镜 手足 都被带上 穆家 头 被布蒙着 在 宫堂的 台阶下 暴晒 其他人 排在 前面 有的 回答 有的 不回答 范旁 园中 排在后面 却 争着 抢先 回答 王府 劫 军为人臣 不为 中国 而共造 陪党 自相 包举 评论 朝廷 虚构 无端 诸所谋戒 并欲何为 皆以情对 不得 隐事 唐队 曰 陈文仲尼之言 见善 如不吉 见不善 如探汤 亦使 善善 同其 亲 恶恶 同其 悟 为 王正之 所 愿文 不悟 更 以为 党 辅曰 请 更相 拔举 谍 为 纯齿 有 不合者 见 则 排斥 其 亦如何 旁乃 慷慨 仰天 曰 古之 寻善 自求 多福 今 至寻善 深陷 大陆 生死之日 愿埋 旁于守阳 山侧 上不赴 皇天 下不愧 宜齐 普 泯然 为之 感荣 乃得 并解 智库 这个 整个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 就是 记住了 范庞 等 这些所谓的党人 被关在 监牢里的时候 见真不屈的 非常 杰出的 表现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 comings